大家好,我是张哲瀚 鼓励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 称哲和大帅哥的房间 然后我们看看他在房间里面在干什么呢 哇,果然 你干嘛呢 是这个发出来的吗 是这两个音响 你看你的鞋子 全是硬度鞋吗 对,我本人就有 那你的穿衣风格平常 全是球衣 红店的话我就会选择比较宽松舒适的 经常沾头套嘛 拍戏一拍就两三个月 没有时间去弄头发 帽子就成了最好的出门装 完全可以用帅气逼人来形容汉汉 面对这样一个英俊的小男孩 Vivi你是不是干了一些更凶猛的问题呢 如果西服就是衬衣西服这样的 或者牛奶裤衬衣这样的 比较简单一点吧 听说你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嗜好 你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惊艳的裙子 我的裙子呢 真有 我的裙子呢 就是一个就是找采访缝的 就是我直接从这套好裤子一提 然后把裙子一卸 不会就是说有穿个内裤在别人面前换衣服的尴尬 这个是一个平衡垫 是欧美比较流行 这站的上面 是练你这种平衡力和核心力量的 是要这么扣在上面的 这个东西特别好用 因为我觉得就是练肌肉最快的 其实是拉背 也是最困难 健身其实可以改变一个人很多 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一个人的气质 一个人的习惯 阳光 青春 活力 这是当 男人对身材的要求 可不比女生低 任务同感的同学举手 在白天的话 我就会用一套BO全的产品 晚上我会只用卤胃胶 不拍戏的话 我是 豆腐擦 对 豆腐擦 这是卸妆的防晒 喷雾 面膜 也是一套的 不仅是健身大人 还是美容大人 什么我都不长胖 天早上起来的话 我会喝一杯蜂蜜水 配上一个苹果 日料是非常的健康 三分靠练 七分靠吃 那你对自己的身材 有没有一些想象 保持现在的状态 或者是什么需要 一个特别好的戏 你需要去展示 你这方面的东西的话 我们这个戏 需要你展示一下 这方面的东西 这个戏我是个医生 这么说 你生活中 有没有一些 你的养生方式 养生的方式 我觉得 早起一杯蜂蜜水 一个苹果 跟郑翰聊了这么久 我发现郑翰是个好孩子 生活也很有规律 然后又爱运动 各方面生活也是比较好 除了晚上爱唱人歌 影响一下邻居症 我发现郑翰